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野生捕捞的见虾仁 现在合作是要上架啰 我为见虾仁设计了两道料理 一个是用我们现在当季的马铃薯 我烤了一个马铃薯佐见虾仁派 非常好吃 也是要放很多当季蔬菜进来 然后另外现在画面中会带大家看的这一道 是我把它变化成有宴会菜 然后是一道不同以往我们吃的料理的方式 但是事实上它的概念都很简单 我喜欢带大家吃当季现有的本土的蔬菜 我们在炒蔬菜的时候 你就是把最容易熟的最后放 它的顺序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一次我用了满满的橄榄油 我们在年货预购的时候 有买一些风味橄榄油 这时候都可以拿来用 然后我教大家就是鱼来菇 我都会先泡一下过滤过的水 让它稍微去吸收一下水分 那鱼来菇一样也是最后再倒 这里我的调味我就用了生抽 然后还有一点黑胡椒跟白胡椒 就这样而已 然后这个见虾仁把它炒香 它的香气跟我们一般的虾仁的香气的确不一样 因为它生长在大海 所以它除了本身有咸味之外 它还有很丰富的风味 大家吃吃看就知道 那见虾仁我们可以做成炒饭 或者是炒青菜 或者是华旦虾仁跟毛豆虾仁 其实都很好吃 那我把它设计这两道料理 就教给大家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应用的 那像我刚才这一道炒完之后 我再多一个应用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合作设的面包 或者是像我自己喜欢吃法国面包法棍 对我就把它这样子 像这样把它夹一夹 放在上面 排一排一排一个的 同样的也是淋上一些橄榄油 这样子的餐点就多了一点变化 对了要提醒大家 就是野生捕捞的渐虾仁 你千万不要泡水 因为这样它的甜度就会流失 那野生渐虾仁 因为本身就带有咸味 所以你在煮的时候 要记得减少一点的用量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